2022年6月18日 71岁的印度总理莫迪 为他100岁的母亲洗脚 这也是他最后一次为母亲洗脚 当天是莫迪的母亲的百岁生日 在祭拜之后 莫迪开始给母亲洗脚 只见莫迪拿着一个小水壶 将温水倒在母亲的脚上 轻柔地为母亲洗涤脚部 清洗完毕之后 莫迪用毛巾擦干母亲的双脚 随后 他将水盆提起来 用手指沾取一点洗脚水 抹在自己的眼瞼上 表示尊敬和感激 最后 莫迪给母亲带上花圈 并接受母亲的祝福 这或许是莫迪给母亲的 最特殊的生日礼物 莫迪的母亲 虽然没有上过几天学 但她是莫迪最坚定的支持者 莫迪从她身上学到了同情心 慷慨和坚韧的美德 她的母亲曾对她说 永远不要当贪官 要为穷人工作 正是母亲无条件的爱和教导 塑造了如今的莫迪 使她成为一个 深受印度人民爱戴的领导者 之后 莫迪在社交媒体上 发表了一篇博文 他写道 如果我父亲还活着 他上周也会庆祝 他的一百岁生日 2022年是特殊的一年 也为我母亲的百年诞辰 即将开始 而我父亲的百年诞辰 也将结束 实际上 莫迪不仅为自己的母亲洗脚 他也曾为环卫工洗脚 那是2019年2月24日 莫迪参观了大胡节之后 与大胡节的环卫工人互动 并给他们洗脚 以表达他对环卫工的敬意 五名环卫工坐在一起 一一接受莫迪的洗脚 莫迪说 这些环卫工人是我的兄弟姐妹 他们早起晚睡 在大胡节期间 全天后为数百万朝圣者提供服务 他们是真正的一家士 他们不想要任何赞扬 但他们毫无顾忌地完成自己的工作 后来他说 给环卫工人洗脚的那一刻 将永远留在我心里 其中一名环卫工说 我们被告知总理将给我们洗脚 我们感到无比惊喜和荣幸 当我们看到总理向我们走来时 我们目瞪口呆 他说话很轻声 告诉我们他会给我们洗脚 然后他就给我们洗脚与擦脚 并向我们表示祝贺 最后莫迪还宣布设立一个基金会 在环卫工人家庭面临困难时 提供及时的经济帮助 莫迪作为一名修行者 清心寡欲 两袖清风 真可谓没有什么软肋 没给对手留下任何把柄 正因为如此 很多印度人把他当作圣人般的存在 而莫迪的反腐手段也极具效果 仅用四招 就让印度贪官无处藏身 首先 他规定任何官员 只要贪腐五万卢比以上 就面临五年以上的监禁 其次 他要求所有官员的财产 都必须公之于众 他自己更是带头公开个人资产 此外 对于那些逃到国外的贪腐官员 印度将发布全球通缉 难以追捕者 他将采取非常归手的 最后 莫迪还规定所有旧钞都要在规定的时间内兑换新钞 过期作废 这可以有效地令贪官的钱变成一堆废纸 莫迪的这些做法 是值得很多人借借效仿的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